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幾天 所有民眾黨的人 沒有任何一個人講 阿伯無罪 柯P無罪 通通沒有 他們都只有說柯P是清白的 就是說他們沒有任何一個人 跳進去這個案情 每個人都在講程序 在講那個搜索啦 在講阿伯去幾個小時 被抓進去幾個小時 怎麼可以來收黨部 然後相信阿伯是清白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人 講阿伯無罪 照到你那個口號 應該要有一句柯P無罪 柯P無罪 阿伯無罪 通通沒有 通通講清白而已 因為他們如果現在壓上去說 柯P是無罪的 到時候沒辦法收拾 所以他們只是在這個程序上糾纏 可是這幾天啊 大家都要討好討好討好 陳志涵啊 什麼整個年 有人有開記者會 有人沒開記者會 有人晚上有去 有人晚上沒去 這些一定會有人進行相關的揮報 報告主席 這幾天啊 我們開了機場記者會 誰有參加 誰沒參加 還有人跑出國去玩 還有人跑出國去玩 然後還叫我們要穿草鞋衝 有一個立委 跑出國去玩 在那群組上面說 我們還是要穿著草鞋 繼續往前衝 阿伯 哪一個立委 在你最困難的時候 我們都守住的時候 他出國去玩 誰 林國城 說出來沒關係 那是公開資訊 有一件事情 我是從這幾天的表現裡面 我覺得 黃珊珊的這個身價是水漲船高 就是說 因為柯文哲出事嘛 那那個時候我們都認為他會被羈押嘛 那律師也認為會羈押 所以律師才會去罵 才會對記者抱怨說 解答那個法官偏袒嘛 我沒有看過這樣子居然還補寶的 所以這個事情很意外 好 那 那個時候誰 一直都陪在陳佩琪旁邊 黃珊珊 那個陳佩琪連 連從地檢署出來的時候 都去住黃珊他家 那個信任的程度 已經超過陳志涵那一次 陳志涵那次是去陪他找午餐 所以你可以看出這個 親疏遠近的關係 我覺得是回來 我覺得是回來 因為那個是約談前 那約談的過程 徵訊的過程 黃珊珊可以讓陳佩琪就住他家 那黃珊珊本身也是律師嘛 這裡面一定會談很多事情 再加上昨天晚上 柯文哲也住他家嘛 你可以想像 那個關係有多緊密 那精華城 便難怪黃珊珊也在旁邊嘛 所以 本來以 我本來以為黃珊珊會被丟掉 我曾經判斷黃珊珊會被丟掉 因為最後要有人出來扛政治責任嘛 可是這一波的事情 連續發生下來 他暫時丟不掉黃珊珊 所以 這裡面在抱怨東 抱怨西 抱怨那麼多人 目前我覺得最穩的 反而變成黃珊珊